今天我们是一个僧团中的一份子 对这一点要非常的戒慎恐惧 否则一切修行的功夫都会灰飞湮灭 禅的方法有很多 譬如说餐公案 以前禅中的早晚二课和现在不一样 禅中真正的早晚二课是在小餐餐公案 可见禅是一个实践的法门 是在很实际的生活之中提炼功夫 这种功夫能让你达到长安虽闹 无人安然 百花从里过片叶不沾身 来到回观返照这一个方法 至少 至少要来到殷熏习境 才能够看清楚烦恼的庐山真面目 才能够熏习境 才能够熏习它 这个时候就是要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才能够应付它 才能够熏习境 回观返照 必须要进入到殷熏习境 圆熏习境 殷熏习境 殷熏习境 就是很认真地 把一些不好的习惯 旧的恶习隔除 只要我们没有办法 只要我们没有办法 隔除旧的不好的习惯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殷熏习境里面 得到真正的功夫 这个是要很注意的一点 而我们 假使真的能够做到 殷熏习境的功夫 把旧习惯 不好的习惯解除了 那么你就有机会 培养新的习惯 新的习惯一培养起来 你就是如来 就是佛啊 新的习惯 就是在生活之中 随时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管做什么事 都非常的清楚 因为你用了禅的功夫 随时都在启动神力加持 而你本身的禅就是法力加持了 要启动你的神力加持 要启动你的神力加持 你本身就要做到这个境界 如此一来 你就能够现身面言说加持 当你具备了三种的加持 当你具备了三种的加持 三种的一声声 那么 你还能不是如来吗? 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 参公案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单纯的做跟回观反照前面的动作一样 然后反观 在座的是谁 或者参一个公案 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我们现在不了解 参这个字的威力 当我们了解它的威力之后 就会很清楚 参公案 确实在禅宗里面是不得了的 有句话说 参即轻 气即灵 同即曲 参公案 会越参越轻 跟谁轻 跟如来最轻啊 气即灵 就是说 只要你气入 就变成邻居 一餐 就会轻 因为 我们没有餐 所以 我们就跟佛 离得越来越远 越来越不亲切 假如 很认真的去餐 就会跟佛 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参到最后 你就会认得 你是谁 佛是谁 了解 你跟佛 有什么关系 虽然 虽然 你很理尽他 但是 你真的跟他不亲 你一直认为 你一直认为 释迦牟尼佛 远在两千五百年前 他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不在了 所以不亲 餐即清 气即灵 一气入 就是跟 如来 当了邻居 一餐 就是把佛 当亲人 是自家人啊 这就是参公案 这就是参公案 我们以后有时间再多谈些 现在留给大家二十分钟打坐 阿弥陀佛